和沈经年玩捉迷藏的第九次 她十分不耐烦 再忙 想消失 那你就永远消失吧 电话被挂断 她的小青梅在朋友圈晒出生日照 岁岁年年都有你相伴 照片上 她笑意温柔 没有半点不耐烦 后来如她所说 我被系统抹杀 彻底消失不见 她撕心裂肺的模样 还怪好看的嘞 站在衣帽间 她的镜子里 我穿着清凉的苏打几cost装 脸上瞬间又红了几分 这是我和沈经年 玩捉迷藏游戏的第九次 我还是第一次穿得如此大胆 我和沈经年一起十年 我们白手起家创办公司 我以为我们能共度余生 但自从江梅这个气韵女主的出现 我才知道我是这个世界的炮灰 而沈经年是这个世界的男主 我和沈经年相爱 动摇了江梅这个气韵女主的地位 早晚有一天 我会被系统抹杀 我想让沈经年习惯我的消失 甚至 我怕她腻了这样的游戏 想要给她一些新鲜感 我用陌生手机给她发消息 你老不在我手上 K图 一张我双手背绑的图 贵姿让苏打几靠死装 并不能遮蔽我的曲线 香烟又诱惑 一般这种情况 她都很快会做出反应 但是今天隔了十分钟了 那边依旧没有回应 我莫名有些难过 沈经年真的如同系统所说的那样 开始忽略我 我继续轰炸 如果想见到你老婆 就准备五百万赎金 是不是不想要你老婆了 再不回应 我们就撕票了 你老婆 不知道发了多少条消息的时候 那边的电话打过来 我故作镇定 用经过处理的声音接起 喂 话还没有说完 那边就传来了沈经年的声音 带着不易察觉的愈怒 江西 你又在搞什么把戏 到了嘴边的话一梗 胡愣了一下 对面传来一道甜甜的女声 今年 怎么了呀 是姜梅 她跟姜梅在一起 所以不理会我的死活 没事 沈经年语气 立马恢复了往日的温柔 是对姜梅说的 然后 下一秒 她重新拿起手机 语气不耐烦如刀 狠狠插在我身上 江西 你装消失装被绑架的次数 还不过多吗 故意扰乱我聚会的好心情 你觉得很好玩是吗 她语气逐渐变得有点暴躁 语气冷漠 疏离得像是另一人 我很忙 想完消失 那你就永远从我的世界消失吧 话刚落 她就挂断了电话 我猛在了原地 躯体麻木 几乎握不住手机 也不知是因为即将被挪杀 还是因为太痛失去知觉 我突然想起 我第一次玩消失的时候 沈经年是真的被吓到了吗 她找了几十个人 动用关系 恨不得把整个A事翻得底朝天 后来我笑着出现在她面前 都她说我是在和她玩捉迷藏 她也只是死死地抱着我 语气微微颤抖 没事 没事就好 你别离开我 一辈子都不要离开我 可是现在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 眼前逐渐模糊 我和沈经年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回到家后 我看着偌大的房子 冷冷清清 我记得之前沈经年每天回家 都要抱着我腻歪一会儿 可是自从姜梅回来 她就变了 姜梅是她的小青梅 作为七日女主 这个世界的人物都注定会被她吸引 更别说沈经年这个男主 我独自一人去主卧 靠在床头上 看着挂在墙上的纪念日照片 照片让我笑了有多开心 现在落差就有多大 如往常一样 我迷迷糊糊抱着抱枕睡着 不知道睡了多久 一道闪电划破了整个天空 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雷声 我墨地被惊醒 没过几秒 就听到了雷声与声混合在一起 震撼得令人心惊感战 我颤抖着 平复着自己的呼吸 努力安慰自己 再等等 沈经年就会回来了 沈经年一直都知道我怕雷声 所以每次雷里天气 她即使在外 也会立马退掉工作 回家陪我 但不知过了多久 沈经年还没回来 我吓得躲到衣柜 整个世界都在随着雷声颤抖 我擦擦眼角的湿润 终究还是打开了手机 将手机放在耳边 我有些紧张 听着里面一声一声接连不断地嘟 直到机械女声响起 我不死心地又打了一遍 还是无人接听 泪擦都擦不完 温散的 是我屡次玩消失 消磨了她的爱意吗 为什么她不仅不回家 还不接我电话 外面雷声震耳欲聋 我心神不明 只好漫无目的玩手机 分散注意力 直到我点进了朋友圈 继续女主将没发了九宫格 配文是 岁岁年年都有你相伴 其中一张生日蛋糕的照片上 露出了一只手 还有沈经年的侧脸 她在切蛋糕 她笑得很温柔 低垂着眼睛 没有一丝不耐烦 沈经年在陪江梅过生日啊 我看着她发的照片 浑身血液都凝固了下来 透过背景的樱花 可以看出 沈经年陪江梅过生日的地方 在樱花小镇 樱花小镇 是我特意为沈经年公司 打造出来的旅游街 目标客户群体是小情侣 诅打浪漫和年轻化 我之前不止一次提出过 让沈经年陪我去 第一次 她与其有点为难 希希 工作很忙 等有时间了 陪你去好不好 第二次 她说 我这几天有个重要的合同要签署 离不开公司 第三次 她什么都没说 真是可笑 在江梅过生日这天 她抛下公司事务 带着江梅 去了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我爱的男人 带着她的青梅 去了我想去的地方 江梅真不愧是气力女主 雷声渐小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在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衣柜里了 我揉了揉轻松的睡眼 却默然对上了沈经年着急的事情 她双手拉着衣柜门 手背上轻轻抱起 自上而下俯视着我 我清楚地看到她眼里 闪过心疼和愧疚 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沈经年弯腰把我抱出了衣柜 手劲很大 像是要把我融入她身体里似的 我被她抱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耳边传来她嘀嘀的声音 好像还带着一丝哽咽 西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只是想气气你 因为你昨天又到我说你失踪了 我有点生气 所以才故意没有接你电话 对不起 我没想到你会那么害怕 故意不接我电话 没想到我会这么害怕 我推开沈经年 扶住墙 转身看她 沈经年 沈经年又要来抱我 却被我猛地退开 即将被抹杀造成的 不只是身体上的虚弱 我的精神也开始鸣鸣崩溃 沈经年一靠近我 就让我控制不住地想要发疯 明明 我之前不是这样的 我一把擦去不受情绪控制的眼泪 台湖质问 沈经年 你担心 将来没人陪着过生日害怕 那雷雨天我一个人在家 就不害怕吗 沈经年在感受到我的抗拒之后 却把我抱得更紧了 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歉语 希希 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要一日上雷雨天起 我就立马回家 好不好 我缓缓转头对上她的视线 她的眼神很认真地看我 带着心疼 带着温柔 我失神了那么一瞬间 好像看到最初的沈经年回来了 意识一秒回笼 我挪开了视线 沈经年有点急了 两步跨到了我面前 双手抓住我的肩膀 希希 能不能原谅我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是吗 我 扯出一个惨白的笑容 抬头笑着看她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罚你晚上陪我一起吃饭吧 沈经年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会如此轻而易举的过关 她有点心虚地垂下眸子 她声音温温柔柔 好 她话音刚落 手机铃声就响了 她不自然地摸摸我的头发 撒谎 公司好像有事找我 没关系 你接吧 我了然看着沈经年一边接通电话 一边大步走去阳台 还特意拉上了多里门 隔音 我看着她的背影不说话 过了两三分钟 她又回到我面前 她心虚地根本不敢于我对视 只是摸了摸鼻尖 嘻嘻 你没事就好 公司有一个工作要等我紧急处理 我晚上一定回来陪你吃饭 我一正 心里生起不好的预感 片刻之后 还是唇角挤出一次笑意 点头 去吧 工作重要 我做好饭等你 记得回来 沈经年常常说出一口气 又和我交代几句 以后多嫩而出 我默默地收拾好房间 买了菜去厨房 准备做沈经年最爱的饭菜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断地安抚自己 沈经年不断地去靠近江梅 纯粹是因为气运主导 剧情使然 我和沈经年毕竟有那么多年的陪伴和感情 事实上 如我所料 沈经年并没有回来附约 饭菜从热到凉 我又热了一点 从色香味俱全 到色香味俱无 沈经年一直没有回来 我看着黑漆漆的电视屏幕发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点开 是江梅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 沈经年正一点笑意盈盈地看着镜头 手里拿着锅铲 认真地给江梅准备晚饭 我没有回复他 足足看了那张照片一分钟 也许是即将被抹杀的原因 我捂住唇 呕出一口鲜血 虚弱的 连手机都拿不稳 我长按照片 点了保存 在沙发上坐到了晚上八九点 才终于听到门口那边有了动静 我强称着站起身 沈经年 我不等把话说完 一道娇俏嗓音传了过来 今年哥哥 你带我回家 希希姐万一生气 怎么办啊 没事 有我在 沈经年一边安慰江梅 一边进门 看到在沙发上了我 明显愣了 她换了鞋 快步走到我旁边坐下 江西 姨子吗 在这里 这都几点了 听话 快去睡觉 沈经年看来是忘了 忘记我在等她吃饭 没事 我抬眸看向旁边的江梅 明知故问道 这位是 沈经年一直都不知道 江梅在回国那天 就加上我的好友 她暗暗松了口气 自然大方必和我介绍 她是我小时候的朋友 因为暴雨家里失修 不得已来家里住两天 我就同意了 反正 家里有多余房间 我直直地对上她的视线 她有些心虚地避开我的视线 江梅突然开口 站在沈经年面前维护她 汐汐姐 你别怪经年哥哥 是我说 明明是我 沈经年眼底闪不莫名情绪 后在江梅面前 转头看我 汐汐 你不会介意的吧 我看着两个人 相互争的承担责任 而我仿佛才是拆开他们的恶人 我未婚夫站在我面前 维护她带回来的女人 这一幕好笑极了 我也确实笑了 转头看向江梅 我让管家给你把客房打扫一下 很长时间没住人了 我正准备起身 江梅却突然弱弱地开了口 那个 金年哥 我想住在主卧 我真的 怕黑 你知道的 我一向没有安全感 主卧有你的气息 会让我有安全感一点 他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 颇有几分挑衅的意味 沈经年皱起眉眉眉 没同意 但是也不拒绝 我好笑地看他们两个 只觉得今天自己 彻彻底底成了个笑话 半晌 沈经年转头看向我 眼神带着试探性 嘻嘻 江梅还是一个小姑娘 你让让她把 我听这话 忍不住笑了 小姑娘 小姑娘一进别人家 就要去睡主卧 哪家的小姑娘 教养这么好 沈经年一时雨色 随着她的沉默 我也对她越来越失望 我故作轻松一笑 随你 你把主卧让她把 空气凝制一瞬 沈经年的声音 重新变得轻松 嘻嘻 我就知道 你最好了 江梅也甜滋滋的 冲我挑衅笑 嘻嘻姐 我就知道 你最好了 沈经年带着江梅 开始收拾东西 沈经年更是带着 和我的东西 去赐卧 她对江梅的偏爱 显而易见 而我需要是满心满眼 只有我的人 我笑了笑 静止走向门外 把主卧让给江梅吧 我不在这里待着就是 江西 你要去哪 没想到我是这层意思 沈经年冲过来想抓我 被我一把甩开 看我这个反应 她声音逐渐染上不耐烦 江西 你别无理取闹了好吗 我脚步顿了一下 苦笑 那你就当我是在无理取闹吧 她的嗓音变得着急 你出去住哪 住哪不行呢 这边又不是没有酒店 反正我不会像江梅一样 堂而皇之地来住别人家里 还想霸占主卧的位置 我没有任何停留 直接出了家门 驾车漫无目的行驶着 曾经 我知道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 我曾问沈经年 是否会永远如初 她说 江西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可是江梅一回来 她就变了 窗外 路边绿化树飞速后退 下一个路口 我掉头 往樱花小镇而去 到了目的地之后 我发现 也不过40分钟车程而已 也不远啊 沈经年怎么就不愿意 抽出一天时间陪我来呢 我苦笑着 下车前 将编辑好的信息 给沈经年发了过去 分手吧 公司是我和你一起创建的 我那一半股份 你可以按照市场价折线给我 点了发送后 我就关闭了微信 不再接收任何消息 樱花小镇虽然是我设计的 我也想象过 无数次来到樱花小镇的场景 但真正到来后 我却觉得异性阑珊 没我想象中的那么美 也许是 缺了沈经年的原因 我漫无目的地 沿着路边向前走 黑漆漆的 只有路灯一点光亮 我徒步往回走时 天上逐渐飘起了小雨滴 落在我头上脸上身上 即将被抹杀 让我身体变得极差 雨水不大 落在我身上 却像是小刀子一样 一下一下扎得我浑身僵冷 躯体关节 仿佛是生锈了斑 每挪动一步 都要用尽浑身的力气 我搓了搓自己的胳膊 视图暖和一点 沈经年正在属于我的家 安抚他的江眉 根本顾不上 我这个即将分手的前女友 就在我以为 自己要冻死在樱花小镇时 一辆黑色的车子 稳稳的停在了我旁边 我好奇望去 是陆晴 沈经年的好兄弟之一 也是他的合作伙伴 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在这儿 他微微你的唇 手扶方向盘 眼中带笑看我 这话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我呆了一下 不好意思的敏纯笑了笑 他下车绕到车的另一边 扶我上了车 沈经年呢 他怎么不送你 你去哪里 我送你 我根本走不动路 更别说开车了 没有任何扭捏 上了车 陆晴看我神色不自然 这个等红绿灯的功夫 偏头看我 和今年吵架了 那么明显吗 我扯出一抹笑容 没回答 拿出了手机 最上方是江梅发来了一条嘲笑的消息 我还没怎么做呢 你就扛不住了 真没意思 吃 我打字回复 喜欢捡垃圾这个爱好 让你那么骄傲 一大部分信息 都来自于沈经年 江西 你别再无理取闹了 行不行 我让江梅住的刺我 快回家 别闹了 江梅只是我的妹妹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我们谈了那么长时间恋爱 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江西 别人信了 没有我你什么也不是 你还不明白吗 你真的很令我心寒 我笑了笑 他这是不动声色的 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了 破 我真的一套一套的 我反反复复 把他那几句话 看了好几遍 才回复了他 分手 我没开玩笑 我累了 屏幕上方顿时出现 对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 我奈 心等着 终于等到了他的回复 好 你要分手就分手 我等你回来求我的那天 求他 求他沈经年 我都要被剥离这个世界了 永远不会有求他的那天的 我吃笑了一声 直接关了手机 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我刚一醒来 就看到手机多出几十条信息 全部来自沈经年 我点进去 去愣了一下 他给我甩来了很多 我和陆寝的合照 还是在酒店外面的合照 角度不同 拍得又模糊 看起来有点暧昧 照片下面是来自沈经年的质问 江西 我问你 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 你他妈怎么会和陆寝搞在一起 我们不就是吵个架 你至于吗 拿陆寝气我是吧 透过文字 我都能看得出来他暴躁如雷 我没有理他 收拾好东西后退了房 才刚走出酒店 就看到了对面的沈经年和陆寝 他们两个人脸色都很冷 并排站着去不说话 沈经年一眼就看到了我 他冲过来一把抓住我双肩 眼眸心红地瞪我 香吸 你闹够了没有 他抓得太紧 我吃痛 忍不住撕 那一声 不用看 我就知道 被沈经年碰过的地方 肯定亲子一片 自从知道要被这个世界剥离 我的身体就脆弱得像是剥离 随便一碰 就能染上裂痕 沈经年脸上闪不心疼 手上的力道松了一点 我吃笑一声 抬头看他 沈经年 到现在了你还是觉得 我在跟你闹着玩是吗 他眉毛越皱越深 语气也平缓了下来 你不就喜欢跟我闹着玩 之前你藏起来那么多次 哪次不是和我闹 我无力地笑笑 把下他放我肩膀上的手 你觉得是在和你闹 那就这么觉得吧 我的身体已经撑不住 长时间站立和沈经年对峙 眼前眩晕一片 我咬紧牙关 把涌到猴头的血 硬生生厌地回去 我必须尽快找个地方缓一下 刚扭过头准备离去 沈经年明显有点急了 猛地拉住我手腕 我一个猝不及防 被他拉得后退了两步 疼痛袭来 我眼前一片漆黑 发现自己好像站都站不稳 亮相往后倒去 我已经看不清沈经年的五官 耳边是他不耐的嗓音 江西 你又在装什么 我低垂着眼睛 嘴唇都开始发白 江西 你别再在我面前装可怜了 我现在不吃这一套 我问你 你怎么会和陆琴搞在一起 我越来越晕 身体都逐渐有点失去重心 陆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醋眉 她看起来真的很不舒服 沈经年看到我被陆琴拉着的胳膊 眼眸瞬间冷了下来 松开 陆琴没有松 反而冷静的 看着满脸暴露的沈经年 送她去医院 我努力维持着最后的一丝意识 弯了下唇 送医院 没用的 江梅这个气韵女主回来后 我就收到系统的警告 我就要被系统抹杀了 现在 这个最后的期限 即将到来 我终于支撑不住 直直地朝着后面养了下去 耳边听到的最后一道声音 是沈经年的嘶吼 江西 我再次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了 鼻尖充斥着酒精味 我不舒服地偏了偏头 眼睛睁开一条缝 沈经年和陆琴还有江梅 都在我的病床边 看我醒了 沈经年立马弯身 极其温柔地捧住我的手 我一瞬间 仿佛看到了以前的沈经年 鼻尖下意识犯酸 疼 被系统抹杀 怎么这么痛苦啊 系统他是把我五脏六腑都打碎了 一点点抽离 原本 我为了沈经年 甘愿忍受这样的疼痛 可现在 一切变得荒唐可笑 看我眼眶有点红了 沈经年也跟着有点着急 希希 你是哪里有不舒服吗 我张张口 浑身无力 只能摇摇头 沈经年垂下眸子 抹杀着我的手背 扁着他的嗓音 都带着失落 医生说 你这个病很稀奇 查不出什么病因 也很难对症治疗 希希 你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有什么不舒服 我们赶紧找医生 我摇摇头 我的病 无药可医 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医疗技术 所能救治的 刚开始收到系统的提示音的时候 更是前所未有的大 直觉告诉我 这加速了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步伐 我努力挤出一抹笑 我没事 看我脸色好了点 沈经年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他摸着我的头发 希希 你快吓死我了 没什么事就好 可能就是今天太激动 气血攻心晕倒了 我垂着眼睛听他说话 姜梅在旁边站着 田田懦懦地开口 希希姐 都怪我 如果我不去你家借助 你和经年哥也不会吵架 你也不会离家出走 更不会和陆琴 他顿了一下 飞快地看了一眼陆琴 适当地戛然而止 果然 沈经年原本脸上的心疼 变成了冰霜一片 我忍不住笑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在这里和我暗戳戳比呢 最后那句话 不就是想垂食了 我和陆琴有什么 而沈经年居然还信了 我赞同地点点头 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是的 都怪你 所以你别在我面前爱我眼了 没想到我躺在病床上还能对他 他脸色白了红 红了紫 希希 你别怪姜梅 都是我的错 以后我尽量不惹你生气 我抬眼 对上沈经年认真的视线 我没有直接回复他的话 只是看向在旁边 尴尬战略的姜梅 我不怪他 我只是不想看见他 沈经年微微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姜梅 你先出去吧 姜梅张了张嘴 刚想说什么 沈经年已经再次开口 直接吩咐 出去 最终 姜梅红着眼眶 脑恨瞪了我一眼 不情愿地出了病房 他前脚刚出门 沈经年就看向我 希希 不分手 好不好 不分手 我曾经无比期望过 和沈经年永远在一起 可现在 我垂眸 看着苍白手腕上的青筋 没说话 沈经年看了陆琴一眼 深深吐出一口气 紧量让自己的声音变得自然 希希 只要你以后和陆琴 不再有任何联系 这次的事 我也就不计较了 吃 我冷眼看向他 像是在看一个笑话 那你和姜梅算怎么回事 提起姜梅 沈经年脸上闪过不自在 我和姜梅没有什么 我就把他当妹妹 当朋友 话音刚落 沈经年电话响起 他心虚抬眸 看了我一眼 我 我出去接个电话 等会回来 哦 我点点头 目送沈经年出去 你明知道打电话的是姜梅 为什么不阻拦 一旁的陆琴开了口 话语十分冷静 我拦着 沈经年就不会去找他吗 我穿鞋下床 简单的动作 就让我额脚冒出冷汗 陆琴上来扶住我 你去拿 我送你 回家 我要清除掉 那个房子里 我所有的痕迹 我要让沈经年后悔时 无处缅怀 由于片刻后 陆琴点头 认真道 好 我送你 熟悉的黑色车 陆琴带着我 一路驶向回家的方向 路过路口等红灯时 一辆载满重物的卡车 直直朝我们撞了过来 电光石火的一瞬 江西 小心 陆琴侧身 护住了副驾驶的我 再次醒来 又是熟悉的病房 沈经年一脸不耐地训斥我 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暴躁 江西 你能不能别闹了 如果不是你非要出院 陆琴也不会出车祸 陆琴 车祸 我后之后觉得迟疑了一瞬 系统抹杀带来的后遗症 但我几乎无法动态 脑中疯狂在提醒我一件事 按照世界规则的设定 所有角色都会为江梅所着迷 为什么 陆琴好像不一样 出车祸时 陆琴好像护住了我 原来 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江梅的气韵影响吗 就像是陆琴 他没有站在江梅那边 反而保护了我 那么沈金年 他真的 只是因为世界设定 才会不可自拔 爱上江梅的吗 真正的答案在嘴边呼之欲出 我脑子中顺着所有逻辑 最终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 沈金年就是一个蠢蠢的渣男 而不是被气韵影响的 我在病床上顺逻辑 沈金年又在旁边重新开了口 嘻嘻 你还在生我气吗 公司最近在忙着上市 如果我们分手 公司上市计划就毁掉了 你远心 让我们当成孩子一样的公司毁掉吗 他语气都带了点伤感 我笑着开了口 那好啊 那我们好好在一起 沈金年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对上他的视线 他瞳孔萎缩 嘻嘻 不分手了 我点了点头 不分了 他长长地输出一口气 眼睛里竟然有了一点惊艳 不知是感动 还是因为如何 我眼底染上一丝机翘 但是 你能和江梅彻底断了联系吗 他叹口气 再次澄清 嘻嘻 我真的只是把他当朋友 我本就和他没什么 我勾了勾唇 眼里出现笑语 我也是为了公司 毕竟 沈金年神色逐渐放松 语气也轻松了起来 嘻嘻 明天我就带你去樱花小镇 怎么样 他这话像是在我面前邀功 可惜 我摇摇头 不用了 沈金年愣正住了 下意识问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想去了而已 他脸上出现尴尬的神色 我仿若未见 因为 沈金年如今所做的一切 都在切切实实地证明 他就是渣男 江梅也不能让他百分之百地在意 他最在意的是 即将上市的公司 我答应沈金年不分手之后 他对我甚至比之前还好 每天回家陪我 仿佛又回到了之前 那么恩爱的样子 我开他玩笑说 还没吃过他做的饭 他就每天给我下厨 比之前给江梅做的还要丰盛 陆寝从医院出来 来看了我两次 每次都好像想对我说些什么 但碍于沈金年 只能匆匆而来 匆匆又走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关心我的身体 江梅好像消失了一样 从未出现在我面前 但我知道 他从未消失 一开始 江梅给沈金年发消息 沈金年总是当着我的面拒绝 甚至还要公私的 把拒绝短信发给我看 后来沈金年在卫生间 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 直到有一天 江梅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沈金年抱着他赶往医院 江梅手腕的血 滴滴答答落了沈金年一身 即便是这样 天亮前沈金年依旧回来了 他藏好了戴写的西装 不无其事地站在我面前 跟我说早安 江梅的短信依旧照就给我发 这天是一段录音 江梅在录音里质问 为什么我们要断了联系 我们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 明明我认识你的时间更早 他才是后来者 凭什么要我和你断了联系 沈金年叹了一口气 我不能和他分手 如果分手了就要拆分公司 江梅雨气变冷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公司 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 我按掉录音 笑眯眯看向厨房 正给我做饭的沈金年 沈金年 公司上市后 你就会和我分手吗 沈金年围着围裙 挥舞着锅铲 持一零顺后 果断回答 当然不 我们还要结婚 要一起过一辈子 要一直一直走下去 我捂住嘴唇笑 吞咽下涌到喉咙的鲜血 我们没有一辈子了 沈金年 又过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沈金年突然神秘兮兮地说 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我却在车上的时候睡着了 到了目的地 沈金年叫我名字 我能听到他的声音 却很难睁开眼睛醒过来 我知道 我的时间不多了 可能 就这几天 也可能 就是明天 沈金年的声音 逐渐有点慌 开始晃我 晃了足足一分钟 我才缓缓睁开眼 对上他慌乱的视线 我笑了笑 我逗你玩的 他长长地输出一口气 眼里闪过一丝 我看不懂的情绪 可能是厌烦 也可能是喜欢 他牵着我的手 带我下车 静止把我带到一个 玫瑰心形的正中间 无数烟花在天上炸开 他突然在我面前 担心跪地 不知从哪儿 掏出一枚戒指来 一瞬间 我周围的声音 好像全都消失了 看着他的嘴张张和和 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头晕得很 就这么站一会儿 已经要耗掉我的命 我闭着眼摇了摇头 重新睁开眼 却对上沈金言 担忧的视线 我扯出一丝惨白的笑容 他还没说完求婚的话 我就伸出了手 他愣了一下 给我戴上戒指 那一刻 周围想起很多人鼓掌的声音 我忍着头疼 扭头望去 看见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有一脸不愤的姜眉 还有满脸担忧的露情 求婚成功后 沈金言就开始 立马着守婚礼的事情 他准备得很快 大概就一个月的时间 婚礼准备就绪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我马上撑不下去了 在他为婚礼 为公司忙得不着家的时候 我几乎全都昏睡了过去 管家好几次叫不醒我 差点被吓得哭出来 也就是在那几天的某一天 很长时间没联系的陆寝 突然给我发信息 江西 你还想去樱花小镇玩玩吗 我虚弱得很 靠着床头 那里不是不好玩吗 不是 陆寝发的语音 他的声音很温柔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 白天去才是最好玩的 是吗 我本已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但是听他这么说 我来了一点劲 好他开着车载着我去 刚启程不过五分钟 我就昏睡了过去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对上了他焦急的视线 我愣了一下 对他笑笑 他也对着我弯了一下唇角 江西 你状态越来越差了 我点点头 没有否认 陆寝醋眉 神色愈发严肃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江梅在捣鬼 我调查过了 上次的车祸 就是他指使的 车祸是江梅洞的手脚 我毫不意外 按照七遇女主的规则 他犯罪 甚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摇摇头 扯开了话题 走吧 看看这个美丽小镇 我不乏很慢 陆寝在我身侧跟着 街道两旁 开着各式各样的花 还摆着很多小摊 小摊商贩都笑呵呵的 欢迎着各地去小镇玩的人们 上次来的时候是晚上 小镇冷冷清清 没想到白天这么热闹啊 蝴蝶蜜蜂飞来飞去 其中还有两三只蝴蝶绕着我飞 我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陆寝满眼笑一看我 也还挺受他们欢迎 我勾唇笑笑 或许吧 从小镇离开之前 我深深地看着陆寝 谢谢你 这是我亲手打造的小镇啊 谢谢你 带着我来了我一直想来的地方 陆寝不明所以 谢什么 我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回答他 婚礼当天的凌晨 在等待神经年来接亲的时候 我终于支撑不住沉重的眼皮 闭上了眼 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听到管家叫我名字 江小姐 别睡了 神总马上就到了 江小姐 接亲都已经在路上了 江小姐 江小姐 我听到陆寝在咆哮 江西 你给我醒过来 我找到了江梅指使货车司机的证据 我已经报警了 江西 我不仅想带你看白天黑夜 还想带你去看春天的话 夏天的雨 秋天的落叶 冬天的雪 醒过来好不好 我很想说一声 别哭 但陆寝的声音越来越小 那声音渐渐远去 直到我彻底听不见 沈今年 我和你玩过九次捉迷藏 这次和你玩最后一次 最刺激的一次捉迷藏 让你再也不用找我了 因为你也找不到我 就当画上一个句号了吧 就这样 我死在了沈今年来接我的那天 我看着他抱着我的尸体 碰哭流涕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公司那一半的股份 我早就卖掉了 以我的名义捐给了山区 他的上市梦 破了 这算是我给他的 分手礼物吧 路寝视角 我本没有注意到江西 直到他和沈今年吵架的那天 他不说 我也知道他们大概是因为什么 因为江梅 沈今年之前是个穷小子的时候 江梅抛下他出了国 他的事业发展起来后 他又回国了 他有意无意的去和沈今年见面 沈今年来者不拒 我明里暗示过他好几次 可是他并不是特别在意 没事 我又不喜欢江梅 我喜欢的只有江西 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可不是这样的 他走得和江梅越来越近 也就是从江梅回国后 江西的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差 在樱花小镇偶遇他的时候 我就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他脸色很苍白 是那种病态的白 那天我们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第二天他在争执之中晕了过去 就印证了我的想法 医生也查不出来他身上具体的问题 精神病人冲进病房的那一刻 我好像看到了江梅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可怕的江梅 他怎么会做出如此极端的事情 后来 沈今年和他求婚的时候 他的状态更差 我远远看着他 发现自从下车 他的状态就不对劲 在烟花炸开的那一瞬间 他的眼神都是涣散的 浑身晃晃悠悠 仿佛马上就要倒下 沈今年也注意到了 回去后我给沈今年发信息 让他再带着江西去检查检查 可是他不以为意 我问了西西 他说没事 估计就是当时太激动了 所以有点不对劲 我看得不像 就给江西发了信息 让他去医院检查 他也说没事 可是 在他婚礼前几天 我叫他一起去樱花小镇晚一天 他答应了 刚一上车就睡了过去 我以为他只是困了 可是到了目的地以后 我叫他五分钟 他才醒了过来 醒来的时候 他眼神里带着鱼精 不过立马被他压下来了 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 聊了小时候 聊了梦想 聊了未来 聊未来的时候 他眼神中有着落寞 我发现我们异常契合 只可惜 我们认识的太晚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 心里想的是 如果我们早点认识就好了 蝴蝶围着他转 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老人说过 蝴蝶会登一路将死之人 陪伴他最后一程 若是有蝴蝶围着自己飞 赶也赶不走 那就没多少日子了 我不敢想 我加快了收集证据的步伐 姜梅犯罪的证据 仿佛被整个事件抹去 费尽所有人脉 我才找到了 姜梅指使司机的监控录像 警方抓捕姜梅的当日 正是沈金年和江西的婚礼 我迫不及待 去告诉江西这个好消息 可我 却看到床上他安静的身体 全身血液都冷了下来 原来 老人说的是真的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管家说他是睡着了 再也没醒来 他化着最美的妆 穿着最漂亮的衣服 带着最好看的同事 就这么 漂亮亮亮的走了 沈金年在床边跪着 嚎啕大哭 我看着床上安安静静的江西 眼前逐渐湿润 江西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就让我先遇见你吧 沈金年视角 我一直错误地以为 姜梅比江西重要 毕竟 她是我错过的初恋 即便是 我也不知道是爱她 还是为了证明 当初她放弃我时的错误 江梅回国以后 我就慢慢忽视了江西 甚至因为江梅 我开始对江西发脾气 但是 每当我看到江西眼中的伤心 就忍不住心理刺痛 然后后悔 刚才对她说出那样的话 可是每次这样想 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雷暴雨那天 回家后看到她在衣柜角落缩着 我的心也跟着缩了起来 那一刻 我下定决心要补偿她 她说想去樱花小镇 这是第五次说想去那里了 我答应了 但我没想到 有人匿名给我发了几张照片 在酒店门口 是陆寝和江西 在争执下 江西晕了过去 我承认 那一刻我心都提了起来 把她送去医院 医生却说查不出病因 一群庸医 她最终还是答应不和我分手 我就知道 她是爱我的 她不会舍得离开我 但她好像眼神变得很空洞 我在她的脸上 看不到任何爱意 我甚至发现她每天都很能睡 即使有的时候醒着 也没什么精神 我只以为她是太累了 求婚那天 陆寝让我带着江西去做检查 我看了一眼旁边 在好好看电视的江西 给她回复 她没什么事 她之前就喜欢躲起来让我找 她有童心 喜欢和我闹着玩 可是就在结婚那天 还在路上的时候 管家给我打电话 我接起 电话里传来管家的哭声 沈总 江小姐去世了 她去世了 一直到那个时候 我甚至还以为 她在和我闹着玩 直到我看到她的尸体 她安安静静的 我去探她的鼻息 我手指在她鼻下放了一分钟 也没有感受到她的呼吸 那一刻 我的世界都崩塌了 我一直以为 我不是特别爱她 不想和她分手 只是因为不想拆分公司 可是直到她真正的离开我 我的心 仿佛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 一点都喘不过气来 她死了 真的死了 我浑身无力地跪在地上 抱着她的尸体 放声大哭 可是 她再也不会睁开眼 给我回应了 江西用她的命 跟我玩了人生 最后一次住离藏 后来 陆寝发给了我江梅 伤害江西的证据 我才知道 原来 突如其来的车祸 是江梅的指示 她一直都想让江西死 是我扎 是我摇摆不定 那天后 陆寝断了所有和我的合作 我开始变得浑浑噩噩 每天看着她的照片 自言自语 我想去打理公司的事务 每天就泡在酒吧 要是江西发现我如今这个样子 一定会来酒吧 把我就回家了吧 江西 你能不能回来 我已经和江梅彻底断了联系 你回来 你回来 我们好好在一起 最久之后 我好像出现了幻觉 我面前出现一幅巨大的画面 我脱离了眼前这个世界 然后被吸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画面上 陆寝正在为江西吃糖葫芦 江西笑嘻嘻的 在樱花小镇 街边摘了朵花别在身上 引来路人驻足 也引来蝴蝶蜂飞舞 而陆寝只是满眼笑意 宠溺的看着蹦蹦跳跳的江西 嘻嘻 你跑慢点 别磕了 他们对视一眼 笑得幸福 而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应吧 全文完